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有没有奇幻的景物 我跟你讲 你从阿凡达这个电影里 你可以看得出来 人在电脑上 真是可以造出一个美丽新世界 对吧 但是在人间建出这种奇观的景物 我得说是迪拜了 你那天看了凌晨直播的 迪拜塔的落成 过去本来叫杜拜塔 你先看看这照片 但是临时改的名 叫什么哈利法塔 对 为什么呢 因为阿布扎比那边 给钱给他们 给贷款 救他们的危机 据说这个原因 改成人家总统 用了人家的总统 酋长的名音字了 而且他找这个照片是白天的 我现在发现 你看元旦的时候 你注意到没有 我不知道是因为 是我们从火灾当中 得到的一些教训 你看元旦时 我发现台湾101和香港的这个IFC 几个高楼大厦放烟花的方式 我以前没见过 它的发射点呢 就在这个大厦上 哗一下这么放出去 后来我其实我都想 我说他为什么这么放呢 其实这么放会不会 最不会着火 最安全 就因为它是从这儿打出去 你如果从它旁边放 这烟花有可能 你现在每次看大楼放烟火 都想起要烧 那个101呢 因为它这个造型啊 就是有点像塔一样的 所以它的烟花放出去 跟那个楼本身形成 一个和谐的画面 对对对 所以它这是有 我觉得是有点设计的 这次迪拜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从这个 上面放出来的 各层 而且据说你要到现场看的 那叫一个壮观 每多层上面 都有那个大探射灯啊 哗一下哗一下哗一下 除了烟花 还有这个灯光的这种表演 只有我们中国 想来点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塔里的色彩 我们往塔射 这个别多说 别别多说 我们也很高级 我们不是打出一个个脚印吧 别别别 对那很厉害 踩在中国线上 还有呢 抽象的来说 最漂亮的是 那个悉尼奥运会 那次他从桥上下来 那一层 对 后来香港也学 香港也做 那个烟花 但是 那个也漂亮 虽然咱们没去 但是可以想见 就是说他这个大楼啊 比 800米嘛 比台北101 还高300米 101咱们去过 然后我就想象 比101还高出一个摩天大厦了 那么你想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已然是个空中城市了 是 我觉得就有点太空感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 而且他这个城市里 他有这个坐礼拜的地方 群真寺啊 这个伊斯兰教的 我想 一定内部就是一个自行一国的这么一个城市的感觉了 他的他的碳排放量也相当于一个国家了 对 会吗 当然当然 因为他要做很多很特别的东西 他这个大楼高成这样之后 会出现几个很违反常理的事情 第一 他的内外温差很大 因为他达到那么高的时候 内外温差大 气压很大 那么他要想办法做很多内部的围气候条件 要不然的话呢 他内部啊 或者地底像那个大理石啊 会被掀起来的 那个压力 他会他根本是违反一个正常的建筑的一个围气候 所以呢 他要做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很多的照明的气候的调控 他的顶楼的外面的温度 跟底楼外面的温度 就在同一个时间相差10度 哎哟 就是说你 你在这里是20度 到那里就30度 就是说就是在同一个 上面20度 上面20度 下面30度 就因为他太高了 另外呢 你说他高出300米吧 其实也就高出200米 上面100米啊 就一根天线 是空的 空的 什么都没有 他纯粹是为了高 是为了真理 将来人家要赶超 他比较难超 没错 他这个设计师就是在讲 本来没这么高的 就是迪拜当局 一个劲让我们加高 加高加高 就是迪拜人这个雄心呢 就一直在往上涨 甚至我看有点那个 末世预言的人就讲啊 这就是当年圣经里边 不是 巴比伦 建那个巴比塔吗 巴比伦塔 巴比伦塔 太高了 上帝有点吃醋了 然后就是 就是给你们降下 哎 这个玩意啊 有所高 还真的有所低 最近有那个迷信的人讲 世界上每一座 这个摩天大楼之王 一落成 同时就经济衰退 这不是迷信 这是个定律的 是吗 Michael DeWastow 我收集了一些 这是一个 经济学家发现的一个 但是严格讲 不算是一个很 合理的数学模型 但是它是个指标 对 是个指标 就每次有摩天大楼 落成的前后左右 那段时间 就会经济衰退 你去看世界上 大的那些古迹 巨大的吴格窟啊 对 金字塔啊 什么时候王宫啊 印度那几个大王宫啊 你去看历史记载 为了盖这个东西 都是引起内战了 有的盖了几十年 引起很多战争了 我们长城 国家 国家 因此全部被毁掉啊 等等等等 就这样 对 你看他们讲嘛 是1930年 是这个克莱斯勒 就美国的那个克莱斯勒大厦 一落成 但是呢 美国经济 那不是就是 大萧条了 大萧条嘛 就负增长嘛 然后第二年 是帝国大厦 增加起来 也是大萧条 负增长 然后后来说 马来西亚那个双支塔 一年之后 就亚洲金融公报 台北那个101 倒还不是 当时落成典礼的时候 经济是上行的 但是这落成不久 马上这经济 也走下坡路 就说这个高楼大厦 和经济之间 它是有个说明 你看迪拜这回不就是吗 借务危机 它落成了 但上海不是 上海我告诉你 上海以前29年的这批楼 上海那批大楼 全是29年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以后盖的 就他们危机了 他们就把钱转到 所以外滩的这些楼 基本上都是303132 那个时间盖的 就是说他们不行了 这里就起高楼了 你讲上海现在热闹了 丹文道做了一年这个节目 世博会 对 我真费复他 有上海人整天追看他的节目 把他当作上海通 因为他一讲百年前的什么东西 华人与狗 不得入内等等 我觉得文道可以当咱们世博会形象代言人了 对对对 给点钱 他们给不给你门票 好像没这个消息 用在话下 他不是门票的 上海很难说的 上海这个城市很难说的 上海这个城市很难说的 叫咱们给他们宣传的地度 他得让文道在场内做介绍了 导流小姐 你像刘凡写的本书 Modern Shanghai 讲上海的 他是英文世界 讲上海最出名的一本书 上海对他有什么 连荣誉市民都没有 但是咱们可以看看上海街头 几张照片 咱们这个导演可以给我们看看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 他们说这是假阳台 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假阳台一遍反应 然后你看 世博双语指南 这也挺有意思 就是上海人学英语 你看得清楚吗 就是早上好 古德 毛宁 然后这个 这个 下午好 下午好是什么 古德 阿富特 什么 古德 阿富特 是吧 就是这个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 看不见就去广告 我刚才看了 他就暗示 咱们迎接世博会 跟着上海卢安区的世博双语指南 我再给念念 刚才没看清 咱们导演给出 你看没有 欢迎光临 就 welcome to 奥斯道 他这个后边 就给你 为了方便咱们中国人 后边就是 维尔康姆 脱奥 沃斯道 早上好 是什么 古德 毛宁 下午好 古德 阿富特 叫什么 古德 阿富特 怒 然后晚上好呢 是古德 伊富宁 最厉害 我觉得是这个 哪个 对不起 我只能讲简单的英语 他那一段话 我不知道 这怎么背 对不起 我只能讲简单英语 I'm sorry 埃坎翁 磊斯 鼻科 俄泪 偷 英格 历史 请您 请您稍等 Just a moment Please 然后 杰斯特 摩门特 普利斯 我叫我同事 来帮助您 是什么呢 文道念一下 英语 I'll find a colleague for you for help 好 咱们上海人就应该说 艾伟 凡德 阿窝 考虑个否 海尔扑 太难学了 如果这么学 好难学 stop 他写在地上 写成 S.O.T.P. S.O.P. 肥皂了 变成 那辆车 停在 那个地方 但是他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 是要给中国人 为了方便学外语 我想起来很奇怪 因为香港以前也是这样 像那个通圣 也都是 所有的英文 翻译成这种 用广越语去拼音 没错 我觉得这个用心 并不错 对 非常好 因为我在初中学英语 特别不会英语的情况下 这还比较实用 我拿几个中国字 拼出来 你看他真的那么学 很难学的 是吗 没错 而且最近 关于这个世博会 葛建雄教授 在上海又发人身形了 他讲了几句话 他就说 他首先 很把这个世博会 评价意义很高 就说世博会 在百年中国搞 意义 他觉得超过奥运会 你奥运会 毕竟还是专业性的 他说这次 就是中国 全世界的国家 到你们国家来 这个来聚集一堂 就从所未有 所以他主要认为 他说我们应该抱着 学习人家的态度 对 而不是把我们这里 当成一个展示 我们多好多牛的指南 因为他讲 老实讲 他说他研究中国历史 即便包括汉唐 您在城市建设方面 在世界上不算领先的 所以你再怎么贴金装银的 假阳台 你也不是个领先的 反而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是一个诚心诚意的学习 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的 一个舞台 而不是说表演自己 多牛的这么一个舞台 他基本意思吧 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我在做那个节目 就刚才你们讲 我一直强调 就世博会重来的 这个学习性的 一个观摩会 就世界各地的人呢 去的是为了要学 更多的东西 那难得来到中国办一次 就你不用万里而去的 去到处各个国家跑 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 就世博会啊 他现在这几年越来越趋向 去展览一种 关于未来的概念 他不是现况 他不是比如说丹麦来了 介绍我们丹麦今天怎么样 不 他介绍我们丹麦人 觉得未来可以这个样 所以你等于是在认识 全世界各个国家 关于未来最先进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但是为了这个上演四伯这台戏 上海现在几千个工地 同时上 是吗 对呀 就跟北京办奥运 北京市民是很骄傲 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是 上海现在一样 整个上海现在都是为了 世博这台秀 现在的街道交通 真是你没法插 就没法说 根本没法想象将来 你要不要讲将来的话 现在北京上海 你开车你就知道了 你想将来会怎么样 将来车子再多 这个现代化根本没法再往前走 才走到一步是一步 而且上海这个城市 本身是多层次的 对 大家就只看出上海 所谓洋化的黄浦江的这一面 可你知道上海最受欢迎的 电视节目是什么 一个电视节目叫 新老娘舅 是用上海方言的 调停理论纠纷的 这是上海文化 就是什么 就是比方说隔壁了 这个老妈妈 三个儿子 给钱不均匀 第二儿子 不肯给他住 第三个儿子 什么说 在这个 搞这个东西 然后就有一个 另外一个 也是理论干部这样 用方言来调停 说你这个就不对了 大儿子那里住了三个月了 你那里也应该住 你妈妈当初怎么把你养大 给他 这一番教育 这个节目 用方言的 在上海收视率最高 超过新闻联播 是上海人的道歉 这就说明什么 这就是local culture 这就是本地文化 本地文化 你全 就上海自己的人 因为人家对他投入一个洋化的概念 他自己也觉得我就只有洋化了 忘记自己的妈妈 自己的婶婶 自己的理论 自己的基础在哪里 你的基础在这个地方 上海工人还有 工人 这也是工人生活的一个侧面 这个我还给你提个问了 徐老师 这次不是迎接时播会了 我就发现 跟迎接北京奥运会似的 迎接北京奥运会 就是说 咱们不要光榜子上街了 是吧 甚至街道居委会 北京喜欢都来宝爷 宝爷吧 上海就穿睡衣 大爷求求您穿上衣服吧 但是现在上海 大家说聊什么呢 说不能让外国人看到我们 到现在上海弄堂里 还有些女人 她穿着睡衣 就上街 什么的 这什么好反对 这马多娜精神 什么叫马多娜 马多娜就是把内衣当外衣穿 这个我是非常反对 就我非常反对不让上海人穿睡衣上街 凭什么嘛 就我觉得这是上海历史悠久的传统特色 你不喜欢你可以不穿 对不对 我不是说上海都得这么干 而且说有人这么干 它其实体现一个什么观念 很有趣 你看上海的传统的弄堂 里弄的那种居住环境 那个弄啊 那条街 其实他把它当成一个半私人半公共的空间 这是很特别的 西方没这个观念 就你比如说我下楼 逛一逛 下到商店买个小东西 所以你说我这是在自己家的地方呢 还是到了大街上的 对 它很模糊的 我过去就有这个疑问 我就说他们说上海女人爱这个弄堂里 穿着睡衣上街 我说他这么忙 那莫莫菲她是买完脱衣回去又上床 都穿睡衣 它的概念是跟你比方你在香港 你住在一个大楼里 你到沙田的沙田中心广场 去买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进中心广场了 你进入了公共空间了 立刻进入 你就得换这样的衣服 那个弄堂这个东西是半工半私的 对 你要讲历史 什么东西要讲历史 原来的弄堂是一个什么气氛呢 首先传户电话 电话来了 家里没电话的吗 那传户电话就说 啊何嘉二小姐啊 你男朋友打电话来了 说今天晚上他不来了 一个胡同连个鼓掌 是吧 露到了前厅间 而那个传话的人 听话的人 谁都觉得没什么 这个华语小说写的就是这个 而且我再告诉你 那太多胡同连很有趣了 仅仅若干年前 我最近上课还在跟他们讲 我看《射雕英雄传》的那天 我为什么看《射雕英雄传》呢 就是曾经有一天晚上38度 晚上10点了还38度 我一整天就泡在电影院里 反复看同一个电影 就是为了泡冷气 因为我这个实在害怕 但是晚上10点多出 还38度 我出来轰一下火炉啊 然后这个时候的南京西路 我真后悔我应该多拍几张照 这个时候的南京西路 这是现在国际大 对对对 乡村里睡那个路 全部睡的人 整个大街 就是都是躺椅啊 椅子啊 凳子啊 所有的居民都把自己 因为家里没法睡嘛 没有空调嘛 所有人都搬到街上 都在睡 男的呢 光膀子啊 或什么打牌啊 什么的 女的呢 斯文一点 盖一条 什么毛巾毯啊 这稍微盖一条 那所谓睡衣睡酷 不是短的 是长的 是花的 上海争执 但是这还是要体面的 还要体面 他没背心裤衩 他不是背心裤衩的 他不露的 但他是花的那种 出口短内销便宜嘛 就整条件 所以我现在在课堂上 跟香港学生讲 我就是在那天晚上 走投无路 看着色调英雄传 你救了我那个晚上 我现在回想起来 中国了不起啊 这到现在不就二三十年嘛 你想想 现在那个街上 全是奔斯跑马了 哎呦 原来当年上海弄堂里要热起来 是天地一家村啊 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这是 聊起上海没完 对啊 我就说嘛 你比如说 你在上海穿睡衣上街 这是上海文化特色 它是整个空间生活传统 就等于北京榜爷 这个我上回我也反对 干嘛抓榜爷 挪威看到一大队的榜爷 对啊 对啊 你为什么北京办奥运 就不能有榜爷 你为什么不去非洲抓榜爷呢 对啊 我说你 你你再到上海 你就习惯这个嘛 不爱了 你就圆圆润润的出去嘛 对不对 知道他这个点子 我之前说 讲讲这事上海这事 是一个电台的节目 结果好像是call in进来的 还是短信 是短信进来的 我忘了原文了 就有一个人说 我最讨厌你们上海人 我最讨厌上海 然后最讨厌你们上海人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然后结果犯错了 那两个播音员 电台的播音员 不是电视 还挺年轻 然后他们就原话怎么说到 如果你这么不喜欢上海 他大意是说 我请你把身体曲起来 然后团成一团 用一个圆圆润润的方式 缓慢的这么移动出去 叫你滚 滚蛋 他没有用滚这个字 用了很多 大概新闻训练里面 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不能用这种伤害人的字 可是当然接起了更大的反响 人家就是说 你这个圆圆润润 是对我们更大的侮辱 等等等等之类的 但这事引起你们什么联想呢 我觉得就是 我常常听说讨厌上海啊 什么甚至住了 像这个听众一样 跑到上海去 来说我最讨厌你们上海人 其实那很 我知道全国各地 很多人对上海都有意见 但是比如说你把这个情景 搬到别的地方去想 你比如说到了武汉 一个听众打算 我最恨你们武汉人了 我看你们武汉人就不顺眼 那你干嘛来呢 对 你是什么感觉 你如果是那个节目主持人 或者你是本地人 你是什么心情 其实你同情共感觉 想我很赞成那个 那个DJ这个做法 你是赞成的 我是赞成的 我觉得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我觉得两方面都可以理解 上海人一贯的有一种 看不起外地人的心理习惯 我已经讲过了 上海人是大于弱智 他其实笨 但表面上显得聪明 徐老师还引用过一个张爱玲 自己就说上海人 说上海人吧 叫什么 他叫看不起别人 但也不怎么看得起自己 也不大瞧得起自己 但是对人对事 都还保持着一份热情 这是张爱玲对上海人的一个概括 那么我首先讲 我理解外地的人 一般外地到上海 是比较有办法的外地的人 但以前就是南下干部 现在江浙一带 你发了财才能到上海 你哪里买得起上海这么贵的楼 你知道我最近碰到一个上海 卖车的一个人告诉我 他说宝马车在上海 来买车的 如果是上海人 一定是公司买 如果是外地人 都是自己买 这外地人是住在上海的 换句话说 来上海的各省市的人 是比较富有的一群 那么他们来到了上海 他们又觉得 受不了你们潜意识里 对他的有一种 或明或暗的看不起 所以他有这种 有这种气氛要发现 对这个也 那么本地人呢 听到你这个东西了 当然也会有这个 有这个反抬 所以这个地方文化之间的矛盾 我觉得互相要学习欣赏 你外地人到了上海 就我觉得现在已经有这种心 太强烈的偏见 谢谢 谢谢